我就覺得 我真的覺得 來來來 來來來 這一次的勘災 雲林是重點 那剛剛各位講的都有道理 但我講一個比較 接近事實的 因為雲林是國民黨執政啊 第一個是這樣 那因為 你像說淹水補助的話 50公分那是固定的 多少那領多少錢 這固定 好 農作五發燈 這些 更爛了 陳吉仲是要去表演一下 但是跨一門不吃這一套了 您昨天金吉玉蕉 你拿那個土豆來比較麻煩 所以他那一把 他看都不看一眼 可是那一齣戲的主角是誰 那齣戲的主角 蔡總統腳上的名牌皮鞋 什麼需要 蘇智芬 我跟你講 他們兩個是重點中的重點 他的感情很好 然後雲林最近 這兩年來 縣長要去爭取的補助都沒有 那你要透過蘇委員 蘇智芬當時會出來撿 也是蔡總統拜託他再回來的 我在這邊再給你 給你斷一張 他就斷了 2022搞不好就是他出來跟張立善在拚 哦看起來是 所以 現在就變成 所有的補助 最後會露成是 蘇智芬去爭取的 你可以看到 整個張立善都不難 然後他所有農會 爭取的農委會的補助 全部跳過縣政府 直接給 你看 這種政治的 執政黨 怎麼樣在盤算政治利益啊 為什麼去看雲林 他雖然 也沒得到什麼要去啦 但是 蘇智芬跟拜託他不可以不去啦 去為什麼 去做中 蘇智芬 這就是做中 管政府的 那是這樣哦 有啦有啦 所以 所以其他這個淹水的縣市 像你台南 沒有 嘉義也有去啦 嘉義也有啦 嘉義也好 嘉義去看空心菜 自己的這個親朋好友要去看一下 台南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高雄 都等不到總統跟院長了 那你到高雄又不一樣哦 你民進黨是你爸爸 你到淹水的地方 我跟你講 我們南部是很飆悍的 就跟你幹掉啦 我在淹水 你現在在沖坡的 你知道說什麼 我跟你講 那是不一樣哦 那你看 農損的話 因為 我跟你講 都已經打過照面了 會把你們補助 今天這次補助會比較多 我都說好了 已經 把過照尾才來 來作戲 給你們看 你這樣 對啊 都喬好聲了啦 總統帶人家來 你不要去嗆聲 我請 這個補助 我今天會這個 從檢 從數 從優 這樣好不好 好 然後總統來 大家就閉嘴這樣 可是 淹水的民眾很難喬啦 對 就是亮哥講的嘛 農水 一體適用嘛 淹水拍喬 我家淹水管你誰來 我一定幹喬了啦 好來 保證的啦 聽他給我等一下 接下來這個問題 我也要先問你 來 類似那麗水災 我們中山區就一堆人淹水 大家都喬到沒力了 一定的啦 家裡淹水一定是喬 所以嘛 以前馬英九就蠢嘛 哪裡淹水哪裡去 整天去被人家喬 喬完再出來被人家做文章 馬前總統好不好 哎呀真的是 好來啦 高雄喔 不去沒關係 我特別關心高雄 為什麼高雄不去沒關係 為什麼 我想問誰 簡單嘛 高雄淹水又不是陳其邁的問題 是韓國瑜的錯啊 高雄淹水都怪韓國瑜 哪來的神邏輯 這個WeCare的神邏輯 來 我們來看WeCare說什麼 他說 還記得去年5月在防災會議後 韓國瑜的發言嗎 去年6月被罷免 去年5月 韓國瑜今天在防災會議後提到 製水是一個良心事業 上個月水利局把 一萬 一萬零五百個箱 還沒講完 一旁的水利局長 李榮威趕緊跟韓國瑜咬耳朵 更正是 236處 不是 不是一萬多是236 所以WeCare說 韓國瑜喜歡誇大其職啊 執政期間不斷強調 陸瓶製水清水溝都很厲害 但實際上如此嗎 我們在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以照片視覺來營造 清淤工程很厲害的謊言 在持續性好大雨的最近 高雄露面出現坑洞時 韓粉們又紛紛跳出來 歌頌過往韓島的神蹟 那我們就為大家整理一下 韓國瑜執政時期的天坑清單 來 各位 韓國瑜執政時期的 照你的邏輯啦 WeCare 四男子 四男子還是算對你客氣啦 我叫你四的笨手啦 四笨手好不好 來 照你的邏輯啦 陳其邁現在執政出現這麼多的天坑 天坑之城 這個天坑 坑南陳其邁 明金探 柯南陳其邁 出現這麼多天坑誰的問題 上一個市長混蛋叫韓國瑜的問題 那OK 假設陳其邁現在出現 陳其邁執政出現50個天坑 這50個天坑你說韓國瑜要負責 韓國瑜當市長一年多出現5000個天坑 WeCare 誰要負責 誰要負責 要不要去把你們的大姐大拖出來 從監廠院拖出來 拖出來鞭 拖出來狗 敢不敢 陳其邁當市長的天坑韓國瑜要負責 韓國瑜當市長時候的天坑韓國瑜也要負責 照你的邏輯就是陳其負責嘛 可以嘛 比爛大家來比嘛 看看是韓國瑜當市長天坑多 還是陳其邁當市長天坑多嘛 看看是韓國瑜要負責的天坑比較多 還是陳菊要負責的天坑比較多嘛 真的笨手 瞎扯 亂講 各位 我不是一個瞎挺誰誰誰的人 但真的真的太離譜了 我跟你講 我也不會說這個天坑是陳其邁的問題 誰的問題 陳菊的問題 帶種的WeCare就把陳菊國拖出來邊 就把陳菊國拖出來罵 叫小好就是拖陳菊 少在那邊給我扯韓國瑜 垃圾 來 請問我先問一下請問 就說韓被罷掉了 6月6號去年罷掉以後 那補選的陳其邁現在也做了一年嘛 那以民進黨的屬性 你想說民進黨的從政同志 他有必要去誇讚韓國瑜嗎 你可以閉嘴 你講這種似是而非 不是似而非是根本就胡說八道的事情 那沒有 民進黨的從政同志 是不可能去誇讚韓國瑜 當然啦 可是 為什麼有人去誇讚韓國瑜 就是良知嘛 就說當我是台南市的議員 我是台南市的民意代表 如果換了一個國民黨的人來當市長 可是做的 表現出來下了雨以後 呈現出來的跟以前 賴清德在這邊黃偉哲在這邊 以前的張燦鴻許天才做的 那確實你做的比較差 我就必須要以台南市民 給我選票的那種良知來評論 現在國民黨這個市長 沒錯 所以為什麼他們的 黃明太他們這個民進黨的議員 他們要彈繳民進黨的 他不好意思彈繳陳其邁啊 他彈繳民進黨的公務局 奇怪 高雄市政委你彈繳他幹什麼 他說你們做的比 韓國瑜還差 他也沒有必要去得罪陳其邁啊 他們沒有良知嘛 所以他就是說 你陳其邁現在這個團隊 為什麼光是一個鋪路 你就做 而且這是在訊息來之前講的 好那訊息來了以後 自然 雨通抓下來就知道 也沒有穿褲子嘛 哪一條路會有問題 韓國瑜那一年半啊 鋪了640幾條道路 為什麼這次下這麼大的魚 民進黨的議員要打電話去跟川普 謝謝 就是因為你落實的在這種機制 而且我跟你講這十多年來 我們確實從台北 引進了某一些科長級以上的 到處長的這些公務人員 所以所謂的陸平專案就是說 當你鋪油鋪完了以後 一般我們南部以前是這樣 柏油大概鋪到最後的時候會打腿 為什麼 讓他降溫快一點 等一下就讓你車子通 但是一降溫就破壞品質了 對 那台北為什麼郝龍斌當時的 陸平專案會挨罵 因為他全部鋪好以後 那溫度還很高 他要自然8小時讓他退溫 那大家在開車騎車的人說 明明都做好了 為什麼不能讓我過 哦 你必須會吧 可是你那個柏油鋪的品質 硬度 你就可以撐得更久 而且更堅硬 所以這是不一樣 所以做陸平專案 川普他是這一套 拿到高雄來 所以這個民進黨的議員 為什麼要打電話謝謝他 因為這是我的選區 補充一下 這次 這要講我們小港的沿海路 沿海路 我小港人 好 那他就說那個就是 種車不斷來回嘛 所以很容易 哭哭隆隆 這一條路 林四川就補了那條路 我們所有的貨櫃車 沙石車都從這邊經過 對啦 但是屏東要回來 港南嘉義的沙石都從這邊過 那為什麼種車這麼多在壓 這一次民進黨的議員 要給川普這個溫暖 所以你要看 那你怎麼做嗎 那為什麼陳其邁 你不出來反駁 所以不必去譴責說 誰做的好誰做的壞 市民最有感受 我一直問高雄市的計程車司機 就是說 他們一直跟我強調 我真的不斷行 要開一兩百公里 我就每天在跑車 我們感受最深 就是說我跑在這個車的路面 其實車的路有沒有平 對我車子的透明 對他們最知道 車子的透明影響最多啊 沒錯 所以他載客也好 他感受很深 他說我沒有看到市場做到這樣 那當然罷免是一個事實 那為什麼人家講說韓國瑜公道的 必定是陳其邁 因為你為什麼 你不願意去路平 你不願意燈亮 你不願意水溝通 你縱然有做也不願意做多 你只做一點點為什麼 因為這是韓國瑜很平緩的一個口號 但是你只要做到這三點 喊到這三點 人家就會把你的一切 跟韓國瑜來做對照 所以你就越路不平 燈不亮 所以勾越不通 這一次你看看 你是到了雨下了以後 才繳環保局的人出去帶清衣 你這個不對 我跟你講 每個我們清衣一定是五月份 嗯 因為五月開始經過來 就梅雨一直要進來 為什麼到大雨下了以後 還可以清出那麼多屋 所以前面都沒清啊 對 問題就在這裡 那沒有清當然就要淹水嘛 你看看 我跟你講很簡單各位 要去反駁 這個什麼 C policy 卡你這個頭 K什麼キ 卡修啦 做麼小 到處蹭到處超厲害 你 sur 那好嗎 forming 很簡單 韓國瑜補了多少條路 400多條 去把高雄天坑統計一下 在什麼路上 去對照一下有多少的坑 是在韓國瑜補過的路 有多少的坑 是他還沒補過算在陳菊頭上 這一對比不是就答案清清楚楚嗎 都不要真 那如果韓國瑜補過的路 真的又出現天坑 那當然你要罵他 我沒話說嘛 那大家去對比嘛 我跟你講 陳菊那個5000個天坑 是2018年8月30號 對啊 就是823啊 對陳其邁的選舉重創 對啊 就823啊 就一連串的啊 所以你在回這個哪有意思 你回韓國瑜 然後人家再回去陳菊啊 對啊 你現在去回韓國瑜的天坑 韓國瑜又沒有要去選高雄市長 陳其邁的對手不是韓國瑜 你怕什麼 他們要選議員啦 不會啊 放心啊 這次沒有韓國瑜 民進黨朋友很好選啦 國民黨朋友加油好不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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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幾張圖 我真的蠻有感的 我沒有覺得很好笑 但我覺得很悲哀啦 SOS天坑 這什麼電影改的啊 李光珠 韓國電影改的 因為9月3號就要上映 這部電影啊 對 在高雄 真的叫天坑啊 對 真的啊 所以講這真的是一個 這真的是一部電影 我以為這是改的啊 他真的叫天坑啊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我家掉入地下500公尺深的聖穴中 深度直達一個台北101 所以他 對不起對不起各位 我以為這是改的 11號上映 還知道 所以真的有這部電影是嗎 抱歉 好 再來這個不是了吧 六天四坑舍我其誰 My city 天坑之城 慶祭之都原班人馬 最新巨線 慶祭之都之後是天坑之城 再來這個 來 南部噎了半個月 他也玩了半個月的臉書 今天他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拍了一個影片 致敬東奧英雄 還在東奧英雄 所以下面就問說 這個蔡總統你知不知道 高雄 彰化 雲林 高雄 這裡到處淹水 你知道嗎 我們淹了半個月 你玩臉書玩了半個月 還有這一張 好帥喔 真的是你看 事件看好了 天坑之城 明偵探 應該是明偵探 就是那個柯南吧 坑南 陳其邁 明偵探 柯南 變成明偵探 坑南 這網友是滿有才的 不過我跟你講 每一張有才海報的背後 都是什麼 我跟你講都是 高雄人 南部相親的血淚 來這個Eric來好了 這個 這個所謂的We care 我覺得討論它 真的是浪費大家的口試 沒有沒有 不會浪費 把它拿出來痛幹屌 觀眾覺得很爽 我也覺得很爽 高雄的鄉親 請你看清楚 我不會講說 你看活該 怎樣你要 不會 這都是你們選擇 我們都尊重 但是如果你還要選擇 請你真的認真仔細思考一下 一個市長做到這樣 被議員爆料 邱宜軒 告 側議抹黑 說謊 假消息 然後 市政美做好 淹水 天坑 他說是韓國瑜的錯 又是用側議 去卸責 去逃避責任 那你自己想一想吧 好不好 高雄誰去選我也不知道 可能國民黨根本推不出人 但這樣的市長 OK 好不好 來 這個 那We care名字可以改一下 就是說 其賣的錯 We don't care 他們不在乎 他們只在乎自己的政治利益 他們只在乎自己可以去 這個罵韓國瑜 然後呢 蹭一些聲量 然後呢 選他的議員 我覺得台灣的政治 今天走到今天這個樣子 不管是高雄 被人家之前有所批評 說是這個治安的問題 還是現在天更的問題 就是We don't care 高雄這幫人 他們是罪魁禍首 這些人 他每天不去看 你看政治人物 對於公共事務 是他有一個正向的 一個責任的 他是應該要 讓社會呢 欣欣上榮 在很多事情上 有所討論 這些人不是 算了吧 靠這些 你說靠We care 讓社會欣欣上榮 這些人每天 就是看著自己的利益 然後呢 你知道為什麼 很多民主國家 慢慢會走向 這個極端嗎 就是We care 這種人太多 然後知識分子 覺得說 哎呀 政治怎麼這麼的亂 政治怎麼都是這種 咖喬 我就不願意出來投票 然後這種人 就越來越橫行 其實這就是他們的 利益 他利益的所在 他們希望的 就是這樣子 你覺得他很荒謬 對不對 他故意就叫荒謬給你看 他越荒謬 他的政治利益就越高 所以他去找韓國瑜 他當然只能罵韓國瑜 他還能罵什麼 他能夠罵說 陳其邁你好糟糕嗎 或是陳菊你好糟糕 那你可以閉嘴嘛 陳其邁就很難不連任 你這搞這些要幹嘛呢 我不認為陳其邁 被接受國民黨挑戰 一定是穩當選 我覺得國民黨還是有機會 先看國民黨是誰 我真的覺得這種側議團體 你真是夠 這種側議團體 國民黨想推都推不出來嗎 因為國民黨的支持者 不會接受這種側議團體 這是問題嘛 這種側議團體會存在 就是用仇恨政治 你知道嗎 仇恨政治告訴你說 我們不要去支持誰比較好 去恨誰比較差 久而久之就讓我們民主 我們的公民社會越來越糟糕了 我是覺得繼續這樣下去 高雄的天坑只會越來越多 不會有進步的 這是垃圾 我們Eric真的是老實人 對啊 我跟你講 跟陳育正一樣老實 市議員是選多席次 這些人只要讓你記得說 我們是罷韓的主角 他就上了 他就只要10% 那你喜歡 你怕人家忘記 你就去刺青 把他刺在臉上說 我是罷韓 對不對 罷韓是君子 大家都知道啊 刺頭頭不夠你刺臉上啊 刺臉上不夠 你把頭剃到刺頭頂啊 在人家從樓上往下看 哎呦呦呦呦 罷韓是君子來了 你喜歡就刺滿身嘛 怕人家不知道 他們可不可以改名啊亮哥 罷韓誰誰誰 罷韓誰誰誰 你姓陳就改名叫陳罷韓嘛 我看那個邱宇宙 邱宇宙還故意把We Care說成WC 哈哈哈哈 是 We Care WC啦 是是是 是WC沒錯 WC 好不好 你喜歡 你就在那邊刺 罷韓是君子 WC 或是對啊 我是罷韓大功臣 刺滿臉嘛 大家絕對記得 你絕對認識你啊 四個熊熊 去好不好 找個tattoo師傅 弄一下 無聊 幼稚 垃圾 來 看下一張 也是幹話王 超級幹話王 你有看過有人被批評傲慢 還自得意滿的嗎 有 害得你打不到疫苗的陳時中 各位 我只能告訴你 你打不到疫苗 是既定事實了 疫苗不夠 是既定事實了 陳時中已經挑了名的假 第二季就是沒有 我們多了就是要給第一季答 Sorry I'm sorry 不好意思 所以這些都是廢話 我都不再跟你贅述 但是我希望你記得 當台灣人被你民進黨陳時中 搞到沒有疫苗可以選 只剩高端的時候 你們拿出什麼嘴臉 什麼態度 來面對台灣人的憤怒 面對台灣人的無助 上禮拜我告訴你了嗎 記者問陳時中問題 陳時中笑得好開心 哎呀第六段 第六季只剩高端 哎呀我也傷腦筋 我三天 我三天夢一次 哈哈哈哈 禮拜六還禮拜天 有記者問陳時中 那為什麼日本拿得到 我們拿不到 為什麼 陳時中也是說 日本那個 我不方便講 我真的是他叉叉的 有什麼好笑啊 叉叉的有什麼好笑啊 我們沒有疫苗 只剩高端 讓你這麼開心 心情這麼好是嗎 好到被人家罵你傲慢 你都可以把傲慢 當成是一種優秀的人格特質嗎 來 柯文哲說 陳時中面對高端 不是閃躲 就是態度傲慢 我修改一下 陳時中面對疫情 疫苗 人民的恐懼 人民的需求 人民的哀求 不是閃躲 就是態度 再加一個 人民的監督 記者的提問 不是閃躲 就是態度傲慢 不是嗎 問他問題 假裝沒聽到 回答 亂講一通 要嘛就是 記者多問 有沒有聯合報 女記者 問三天 你要是生氣 你太多不健康 第一天跟你說我沒問 第二天跟你說我忘了問 第三天還問你想怎麼樣 有沒有 你就是閃躲 就是傲慢 不對嗎 來 然後有網友就說 柯文哲你自己說你傲慢耶 然後就媒體報說 網友打臉柯文哲怎麼樣 所以柯文哲傲慢 就不能罵人家傲慢 是嗎 那你WeCare這麼垃圾 你怎麼可以罵韓國瑜垃圾呢 你民進黨那麼爛 你怎麼可以罵國民黨爛呢 當然這個標準就是這樣啊 我跟你講 我喜歡一視同仁 大家都是人 大家放同一個天秤上 柯文哲說自己傲慢 就不能罵陳直東傲慢 是嗎 那你民進黨 我再說一次 那你民進黨這麼爛 你就不能罵別人爛 你知道說別人很好 沒有這種邏輯啦 就算他傲慢都不行 他一樣可以罵別人傲慢 為什麼不行 當然嘛 可以 為什麼不行 韓國瑜沒有頭髮 他也可以笑蘇仁昌沒頭髮 誰說韓國瑜沒頭髮 就不能笑蘇仁昌沒頭髮 誰說 凸子笑凸子不行 胖子笑胖子不行 當然可以 所以這網友 還能什麼什麼醫生 你不用拿這種爛邏輯出來啦 爛邏輯爛透 來 一個人被罵傲慢 閃躲 如果是我 我會挖個多瑪斯一買一起來 我會告訴大家 就算我不屑 就算我覺得怎麼樣 老子有名義基礎 拜託我什麼偶像 我誰 我就是傲慢怎麼樣 但我裝你會裝一下 你看陳時中 有的人因為傲慢而成功 有的人因為謙虛而得到社會掌聲 我只是在做自己分內的事 對不起 依照我的解讀 陳時中就是告訴你 對 我傲慢 但我傲慢 我驕傲 我傲慢 所以我成功 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我不認為你謙虛哪 況且你是把傲慢放在第一句話 顯然第一句話 是你打算回應柯文哲的嘛 所以從字面上解讀 陳時中 非常自豪他的傲慢 非常自豪他在面對你的哀求 你的眼淚 你的痛苦 你失去家人 你家破人亡 你妻離子散 你沒有工作 你沒有收入 你打不到疫苗 的時候 他很傲慢 但是他很驕傲 甚至他認為 他的成功 就是因為他的傲慢 有這種指揮官 我再跟你補充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媒體 你是一個公正媒體 我最近很多媒體都很有意見 你要下這個新聞的標 你會說什麼 就回應柯文哲嘛 對不對 陳時中說 有人因為傲慢而成功 字面上下就是這樣嘛 或者是陳時中 居然是你知道 意思在說他居然很 認了他很傲慢 甚至還說 因為傲慢他成功 但你知道 有部分 不要說部分 我看到的綠美他們下什麼嗎 回應柯文哲 把這句話遮掉 把這一句話遮掉 為什麼把這句話遮掉 因為這句話有問題嘛 會被罵嘛 所以回應柯文哲 陳時中冒號 有人因為謙虛得到掌聲 有這種媒體 他不給你這句話喔 你去看新聞就知道我在說誰 他只給你這句話 所以就是變成陳時中 明明覺得驕傲他很自滿 但那個標題變成陳時中 因為陳時中不認驕傲 他因為他很謙虛 他說我是因為謙虛得到掌聲 我不驕傲 我不自滿 有這種媒體啦 最重要的拿掉只放這一句啦 你說台灣會有救 這個他自嗨啦 因為民進黨的民調 我說給你聽啊 今年1月陳時中民調73.5 7月初56.1 掉17%嘛 對嘛掉17% 跟文在寅一樣掉17% 去年陳時中民調超過90 8成9成一大堆 所以傲慢他有成功 他覺得他很成功 民調就掉下來了 所以為什麼會講反話 焦慮嘛 我心裡是畢業了 我跟你講他在講反話 他事實上也不是相信這句話 可是用這樣把自己安住 把自己武裝起來啦 對啦 不然要怎樣 不然你怎麼回答 我不認為我傲慢 我一直都傾聽民意 努力執行政府該做的任務 柯市長可能有所誤解 謝謝 阿中部長 民調最高的去年 你記不記得他做了什麼事 他不是去 教大家吃香腸 沒有啦 那個時候民調不高 他最高的時候就是 他表現出同理心的時候嘛 有一次不是好像要哭出來 你記不記得 入境的時候有一個中 對台商啦 台商啦 那個時候是他民調最高的時候 對 所以我跟你講老百姓 眼睛還是血亮的啦 傲慢保證你民調下降 那當你謙虛的時候 真的會有掌聲 可是傲慢不會成功 那你自己說的啦 來 再來看下面這個食藥署 還是要先看一下 我先講完食藥署再進廣告 來 食藥署我跟你講各位 這一次扯上加扯 扯到不能再扯 外溝起床的扯 來 這個 食藥署真的被抓到嘛 說他的這個 造冊現在是突破200喔 200喔 署內編列600多人 造冊1356人 而且還被抓包 說有一個財團法人醫藥品 查驗中心叫CDE 157人也被夾帶 第二類施打 而且這個 查驗中心的董事長是誰 就是他 就是食藥署長 所以今天我記得就去問他嘛 我跟你講各位 傲慢真是會傳染 我上禮拜跟你說 上糧不正下糧歪 這個上糧這麼傲慢 你覺得下糧會很好嗎 食藥署的署長 你身兼這個單位的董事長 你把人夾帶進去 施打率 施打造冊破200% 你的人數 來 吳修美說 怎麼樣 這個是很重要的疫苗 神差人員耶 我們食藥署真的有人員染疫啊 七十幾個無法上班 難道你們希望我們都工作停擺嗎 還嗆人家說 這個議題我已經講過 我不想再講了 各位這是文字 有空去聽聽他的訪問 他的態度有多囂張 他的傲慢跟囂張 甚至不輸給上禮拜怒嗆記者的陳時中 對 他哪裡對記者 他對林淑芬說 我以為你時間到了 對 你看這真是瓦腰掰 來 我們看一下 廣告 當然囉 正常發揮所有的觀眾朋友 有專屬優惠 現在買兩盒送一盒 佑正誠摯的邀請您 來加入我的會員 讓中間新聞 讓王佑正 永遠正常發揮 百味醫師食用有感 紅池淋蝦油富含 Omega3 DHA EPA 蝦紅素葡萄籽萃取維生素E 和紅池等副方成分 並經醫學大學12週人體實用研究 能夠有效調節膽固醇和血脂 中天電視提醒您身體健康 才是人生人動力 以上資訊由副方358 紅池淋蝦油贊助播出 來 兵哥 其實我必須說 吳秀美真的是很離譜的一個官員 本來是說食藥署 百分之169 大家都已經覺得很誇張了 現在告訴你 哪有那麼少 破200了 破200 而且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還陸續在增加 還在增加當中 這就多可 我們多少人等 莫德納等不到 等AZ等不到 結果他們不斷地繼續在打 然後這些官員的命 好像都比我們重要 吳秀明還很嗆 這一些是檢驗疫苗的重要官員 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你怎麼辦 他們如果染疫怎麼辦 你到底在說什麼 上班族不重要嗎 Eric不重要嗎 任哥不重要嗎 很重要 對不對 王又正不重要嗎 不重要 每一個都很重要 我們人為言親命又見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說 你怕有一個人染疫的話 你們食藥署曾經有人染疫 造成七十幾個人不上班 你知道一大堆媒體 都曾經有傳出有人染疫過 我們還是到上班啊 那請問一下這些媒體 你有給他打疫苗嗎 每一個都打了嗎 我沒打啊 對啊 其實每一家公司 只能提出幾個人啊 就是一小批人 讓他去打 其他都沒得打 那為什麼不比照辦理 之前有 只好電視公司出事 就整個公司給他打 那為什麼不是這樣呢 你們到底就要再來 你們是蹲在辦公室裡頭 你根本很少出門的人 你憑什麼去跟人家 先搶疫苗 但這個吳秀明 喔他尺碼來頭大 我到今天才知道 他第一錢難投議長 真的啊 對啊 我好像不知道耶 吳秀翔 吳秀翔 也是牙醫啊 對 他第一面愛牙醫 他是牙醫工會的秘書長 哎唷 他第一席 跟他同事的好朋友 他第一席是現任的立委 羅美林 羅美林 喔真的喔 對啊 我站過台 哇賽 你大官家族耶 他勢力比大家想像中都大 他勢力比大家想像中都大 他聽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